为什么是昨天呢 因为昨天没有演出 在1981年的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 老爷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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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妈妈 你快出来 妈妈 出来 你就快走两步能怎么了 我这么大肚子走得快吗 人家大夫都说了 要生孩子之前就得啪啪跑 哪个大夫这么说的 你走两步没事 你走两步把你孩子啪就掉下来了 那不摔死了吗 那不省着你伤了 人家大夫说你适当的运动 哎呀 你我那意思啊 赶紧让他出来吧 在肚子里边都会憋去啊 那是你着急的事吗 你一点都不关心 没露头了 没露头了 废话 露头就出来了 对不起 我都不着急吗 这都多长时间了 怀孕都四个月了 哎呀 你说你是这孩子亲爸爸吗 我不是你是啊 这孩子都得十个月 这不今天已经 哎呦 快了 这就快了 哎 哎 我就想着 你说 哎也没当过爸 他又出生了 哎呀 这什么样呢 你这玩意儿 什么呀 我 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得生一个儿子 对 我也喜欢儿子 是儿子吧 哎我跟你说 等到他说生 我估计 到时候让他说相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让他捧更好 都更好 现在你看谁火呀 现在这年代最火的那是 侯耀文哪 哇也是哈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的搭档实负宽呀 哎 我觉得让他捧根 捧根没出息 怎么没出息呀 以后你看着 四十年以后 你看着捧根呢 行吧 我希望他能活过四十 对 哎 你说咱们家孩子特别活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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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哎 他踢我 敢踢你吗 我踢死他 我踢死他 动我媳妇的人 我跟你说我必须让他 让他活不了 哦 不是 这是你亲儿子 我知道 你亲骨肉 亲媳妇嘛 你不要对他这么狠 啊 哎 你说到时候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哎 刚刚你叫我什么来着 你叫狼颜的妈呀 对 我觉得这个孩子咱们就叫狼鹤颜 哎 行行行 虽然这名字糗了点吧 也行 那就叫这个名字了 就叫这个名字了 嗯 是儿子就让他叫这个名字了 你说他现在就听你 证明这孩子啊 真是动手动脚 他长大了可能要喜欢足球 有可能他运动能力比较强啊 啊 哎 应该是个大高个啊 这孩子出生肯定是个大高个 对 最少1米85 1米85 而且是 浓密的头发 哦 你说是浓眉大眼 头发 头发不是重点 秃子也不难看 啊 对不对 哎哎哎哎好 好呀好呀 赛脸是不是赛脸 说两串提 说两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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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要生了 怎么着我帮你 我帮你还怎么着 我在这 我不能在这生啊 你真要生啊 快点生你医院 那我带你上医院 你再忍一忍 你别 我当年就在我当年我妈 你当年怎么了你当年 我我我妈生我的时候就是跑马拉松叔生的 跑马拉松叔生了你 对啊 你叫啥 我叫 张拉 你叫 哦 我对我叫狼和颜的爸 你怎么叫 你怎么叫狼拉拉 拉拉 我叫狼拉拉 好不好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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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产房加入不能进啊 要不要后着 走 你上去吧 咱们种出来的到到产房了 我没走两步怎么到产房了 我以为你再走几步呢 产房太近了啊 我们在医院里边溜达的 在医院里边溜达的 我说给忘了 真是一生孩子就忘 上面生生个土豆还越白菜啊 我 我 我 好像生个气管子 生生一蛤蟆还什么玩意儿啊 来家伯 家伯过来吧 好 好庆祝 最好 我说 明显肚子就小了 生完孩子就是好 我天哪 有点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没大出血 家伯怎么说话呢 我听他们说的 生孩子都听不下去 九死一生啊 没有大出血 照顾病人情绪 现在病人身体很虚弱 你需要关心我一下 没事吧 给你照顾了 我现在好多了 孩子呢 孩子别带 没带着追 谁生完孩子 哪个当了 我那一生躺哪儿呢 我照顾病人情绪 别还在哪儿呢 等着吧 我去把女人的抱出来 哎呦 有气不力的 这是我们家大功臣 那你看看咱们孩子 给我们生了一个大宝贝 辛苦了 特别可爱 啊你看看 这就是你儿子 看见咱们儿子 我先拉个眼 哎你说咱儿子生下就会说话 要不是说他是神童呢 不是我现在呢 你是哪来的货呀 什么话什么话 什么到哪来的货呀 咱儿子生下就这么大了 咱们儿子咱们儿子 咱们儿子 咱们的结晶 我可爱 我不信 咱俩有一个叫体格的吗 我欢迎你跟大象有私情 证明他是大象你是吗 爸 你真是狼和颜 我真是狼和颜 这是你的亲儿子 这是你的亲儿子 这你不许再侮辱他 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你你你等会儿 你身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块肉 啊 大肉 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大肉 你不要说这些了爸爸 不是我怀疑你 你是不是在产房里边吃化肥了 是不是化肥呀 他这就是见风又长 那鼻子怎么没长呢 他不是大象 不是大象 大象鼻子 我这十多个月都没去过动物园了 不要再说了 你看看 真是啊 抱我 孩子让你抱抱他 我要是有什么事帮我洗个遗嘱 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扶上大 他妈你来试 你太笨了你 我算了我不是了 我估计抱不动他 我估计抱不动他 比刚才我的肚子还大 孩子可能是受了什么辐射了我看 生下来这么大体格这么好 证明他肯定是身体好 才长这么大 妈妈啊 怎么了宝贝 我饿了 饿了去给他点个外卖 要不我去给你买男选去吧 这孩子 刚生孩子你懂得不懂 快点快点一会儿他饿得不行 饿死了怎么办 行了你你再忍一忍 还能够吃 好有点凉 有点凉 没事 妈妈回家给你做小苗 我给你先补一碗小米粥 都说孩子是有苗不仇长 转眼一间我就五岁 老老爷 老老爷 你快出来 快出了出了你你别扒垃圾桶啊 你说你天天你扒什么不好你扒什么垃圾桶还是你 垃圾桶里面有吃的 你说你想你你别像你一岁时候那么胖了 你一岁那时候那时候叫婴儿肥 你好不是瘦成你现在五岁的样子多可爱啊 你一分手有多难看你是没看见啊 我看到了 我知道你看那是你看那是你的百天照 百天照等百年以后 百年以后 你呀你就这么点儿你知道吗 真是的 你别老玩的呀哥 你玩点别的不好嘛 我没事儿干我想让你陪我玩 我还怎么陪你我不上班我不工作呀 你好不容易今天能陪我玩我不管 你天天玩吧 你给我踢球去走 踢球 踢什么球踢球你去找张九南踢球去 我跟你说咱家那邻居伤什么男的张建宇 对对对对 别老跟他踢球伤你这个腿啊胳膊的 别老踢球做那么危险的动作 你看五岁你玩点那个健康向上的动作好不好 嗯 爸爸那那那那不玩了 别玩那咱看我电视好不好 我看电视看电视我看到外边看看看电视剧吧 那电视剧呢 那电视剧呢我要看轻鱼年 没有呢 啊是谁在说话是我妈妈呢 没有呢 没有看个别的 追序 没有我都没听过你说那个 看个别的 看什么 你就说你想看郭麒麟完了呗 你不看电视剧有意思 看别我们这当年的电视剧你看看这多火呀 还处格格你看 还处格格不是98年的吗 咱们现在哪年啊 咱们是86年 86年 对我就是我这人有未卜先知的功能 以后肯定会出那些 还处格格晴鱼年啊 这这坠绪的这些 尤其林的大了 里边张亚真特别好 这些你都得多看看啊 你别看那些了 我给你推荐一个吧 渴望 这电视剧怎么样 渴望这是咱们那年代的 肯定不信你们百度 1986年有这个电视剧了 你看这个吧 86年啊 这不 西游记行不行 西游记啊 看西游记 动画片啊 动画片 巧了西游记的动画片 西游记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那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多好玩啊 金角大王 我好像看过那个 就是金角大王叫孙悟空 就那个那个 对对 爸爸演那个演那个 你叫啊 你叫啊 好 我叫你的名字 你敢答应吗 你叫呀 行者孙 爷爷在死 我怎么抽死你 来追你自己的呀 你给我站住 十岁的郎赫颜聪明好学 但是在他心里 总有一个解不开的小疙瘩 郎赫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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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就是 你知道吗 不是 你爸爸就是 哎 你爸爸就是 就不是 郎赫颜我问问你啊 你你问 你有爸爸吗 废话 谁没爸爸呀 保不清我没有的 你有吗 有 你爸爸叫张什么 叫张赫颜 不是 不是 我我爸爸不姓张 我爸爸姓郎 对 姓郎 你爸爸就是武大郎 不是武大郎 不是武大郎 你爸爸是武大郎 不是 我我爸爸姓郎 啊 郎大武 哦 你爸爸是反正话是吗 不是 反正就不是武大郎 你爸爸是武大郎 不是 你的爸爸是武大郎 每天吃饼卖的萌 从小头发不洗根 长大只是光头强 光头强 你你你你 不是我爸爸 就不是 可你可你可 又不是 这倒霉孩子 你是不是又给我惹事 啊 一天爸爸忙里忙外容易吗 嗯 没事吧 我记得抱歉啊 不好意思啊 行了 回家找你妈去吧 走走走走 嘿嘿嘿 都不是好人 爸爸你干嘛姓郎啊 你姓张多好啊 岁月流逝 青春悄然 二十岁的郎赫颜 也到了 该有新事的年纪 哎呀 我郎可言 可能这是今天里面 最阳光帅气的狼和颜了 我小狼今天 我小狼今天也二十了 我也想有自己的女朋友 我觉得 就我这个版本的狼和颜 还是比较好找的 不会 不用你说 可以带着去 谢谢 老了 往后坐 哥给你聊会儿 你觉得 我怎么样 帅 你特别好 你长得好看 而且你这个头发还挺多的 谁知道 之后几十年我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你行 你怎么有事没人老打我呀 你是不是想跟我练一练 没有 没有就行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是吗 长得好看 琪琪 这是不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呀 对呀 你看 好看 好看不好看吧 好看 那是你也不看谁买的 我男朋友买的 我买的 你是不想还给我钱了吗 是 是 香吗 你是不是又用过洗衣粉了 没有 没用洗衣粉 下次用过洗衣粉放个原味啊 好吧 点也不早了 回去 回宿舍休息了 等我看看 不行了 怎么了又 宿舍关门了 这十点就关门 这都九点五十五了 我旗子应该三分钟咱就到 啊 玩命奔吧 不不不上了啊 快走 赶紧的 上不去 你什么上不去呀 我弄低点什么 不是 他已经关了 这 到不了了 他已经关了 他现在花了咖啡就锁上了 哎呀 啊 关了没事 翻墙 翻不了 怎么 我穿的是裙子 翻不了 你穿裙子 你要不我弄 你穿我裤子翻不得了吗 我现在拖给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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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不进去 那那个炸蓝都通着电呢 一翻就电死了 你们 你们谁要怕学生往外跑啊 对吧 啊 就不让进了 哎呀 你说你这事呢 要不咱那墙上挖个地道进去 不行 那都是水泥 哎呀 这怎么办 你这这 嗯 你带身份证了吗 啊 啊 行了 那你往吧开个包酒 啊 包酒干嘛呀 那你去哪儿 哎 来我来我来 你什么你回你家 你不能回回回你家 回你大车 我我我家里没人 你爸妈呢 我爸妈 爸妈不在家 爸妈出去玩去了 啊你回你二叔家 你不二叔家吗 二叔一起出去玩了 你大姨家呢 这远点就是 嗯 他也出去玩了 哈哈哈哈 这几个孙子大你这么能玩呢 哈哈哈哈 出去旅游去了 都都出去了 你姥姥姥爷 哪家 都出去玩去了 都我们就没有亲戚了 怎么你是孤儿啊 哈哈哈哈 不是就是就是不是 我是外地人 哎对对我是外地人 你你这是 不去了 哎呦 那你的身份证又不行 不行那能住哪儿 你网吧开包酒也不行 你不乐意呢 那你说去哪儿 你有辙吗 住酒店行吗 大点说我听不见 住酒店行吗 住酒店 嗯 行那你去吧 哈哈哈哈 那你呢 什么都不明白 狼狼 干嘛呀 你叫什么 狼狼 我就你以为别人叫 叫我这个 炎炎 哎行 我嘴唇干 什么 嘴唇干 嘴唇干呀 让你这屋里开个加湿器 你不听我唇膏你也不听 嘴唇干 你把眼睛闭上 嗯 是了吧 干啥呢 琪琪 琪琪 谈婚论嫁是人生的大事 老话说的好 老话说的好 再好的男人 也得有见丈母娘的那一名 邻居们都在这儿呢 哎 这姑娘大了不能流 流来流去 流成个仇 没想到我那如花似意的大闺女 乡中一个驴粉酒 那个 那样的一个男孩子 叫郎鹤炎 说今儿领来让我看看 哼 我看看 就看看 我尽量 我能看得见的 唉 也不知道是几点 俩人啊 年轻人 不就我是见家长吗 我老色眼我怕我什么呀 别人 你喊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今儿见的是我妈 你心里有点瘦你 什么 妈呢 这么多人看着 一害不害扫我神经病似的 什么害羞的 没事 你一会儿 一切的事情都看我眼色行事 明白了吗 你别这么弄了 干嘛呀 放心吧 心里有点瘦 就见家长吗 没事 走走走往前走 进门 敲门 谁呀 妈 哎 哎 闭嘴 妈 哎 哎 哎 你激动干嘛呀 没事 没事 这个状态都像是我闺女 来 来 来了来了 妈 给我开门 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了 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哎 妈 你这怎么了嘛 你看怎么 你是要 怎么了 像坟圈子给炸了 有这么说你妈的吗 你这么开玩笑呢 谁就病似的一天到晚呢 好 一见面就那样 我以为你哪样了呢 别闹了 我给你逗着玩点 多大了 你这么嗖嗖的 你别老跟我闹 今儿我带我男朋友回来 你往这儿给他看我干嘛 我说你闺女 养我多少年了 是啊 养二十多年了 今儿我带我男朋友 她叫朗赫颜 不是 杨赫颜 哦 也不是太熟是吧 挺熟的 哦 这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狼啊 对对对 你也看看嘛 我们俩就是真心相爱 怎么你迈不出去了 那个状态这是啊 我跟他聊聊 跟他聊 妈是对你好 没事 好 我知道了妈 你说吧 你跟他说吧 阿姨 叫姐姐就可以 阿姨够时尚了哈 永远在最前眼 瞧得出来 妈你跟人说话注意点 别找那么横 因为他人说走了 放心吧 妈心里有一个事 小狼啊 哎呀阿姨 今儿来 是有事吗 哈哈哈哈 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商量什么呀 我想娶您女儿 谁 在干嘛 我想娶您女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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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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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没见过老爷们是吗 哎呀 他当中里面提着我害臊 怎么什么啊 他就给你下药 什么啊 下药 迷魂住你了 给你下迷魂样了 那是前两天的事 你给我闭嘴 知道吗 妈得过这道锅 求婚来了 是 这不跟您提亲吗阿姨 那小郎咱可得谈谈条件了 哎 这不跟您商量吗阿姨 我这个罪女养了二十多年 不能白给你 对不对 那是道理我懂 这年头嘛 嗯 我领他上歌厅 我还得花钱呢 哎 没有白来的 去歌厅干嘛呀 就说这意思 我明白 当然了 啊 你要是说真想把他领走 哎 阿姨呢也能理解你 您理解就好 不对呀 还是要钱 不对呀 那您说个价吧阿姨 五十个W 五 五十个W 混乐豆啊 我跟你斗了 五十个W 啊 阿姨 怎么着 现在零六年 啊 您说那十五年后的价钱 这不是跟上潮流吗 五十个W那也太多了呀 要多了嘛 这就多了 那太多了我没有啊 那您有什么优势啊 喂 阿姨虽然我没钱 嗯 但是那女儿嫁给我呀 嗯 我肯定爱她 我对她好 就完了啊 对她好一辈子 爱她就完了 对呀 我俩那上歌厅的时候 谁都对她挺好的 爱她的人多了 怎么还有那哥 那老说那歌厅干啥呀 那是我熟那地儿怎么了 我瞧出来了 不是你这 那不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 那女儿也爱我呀 我们俩真心相爱 您成全我们俩吧 成全你 对呀 今儿阿姨把这话撂着笑了 干嘛 你今天拿出50个W 姑娘 你整走 什么叫整走啊 你今天要少一分钱 我告诉你 拉赫言 我把她卖歌厅 我也不给你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你老是 你闭嘴 这么多邻居看着 丢不丢人呀 邻居早都知道你丢人了 这过不下去了 别跟我妈聊了 走吧回家了不说了 哎哎哎 我领错了 你过一边去 给我撂着了 我走 这姑娘 这不是个赔钱的货 能撒着撒 八折也紧啊 哎呀 都说三十而立 然而立业成家 终究还是鱼和熊掌 不能兼得呀 我这不是我说你 怎么了 这这这咱俩搭档这么多年 这么长时间了啊 光我请你吃饭 你这话说的 胡辣汤我不是给过你一袋吗 哦 这就抵以前吃那些饭了 怎么了 你不北京人吗 我北京人怎么了 你有钱呢 我 我外地打工我来 北京多不容易啊 你有车有房 我 你还搞一对象 我就是是 我是有车有房 那都是我爹妈的 你爹妈的 你疯我点怎么了 咱俩是不是一场买卖 咱俩是不是搭档 凭什么呀 狼个爷你太小气了呢 你请我吃个十顿八顿饭怎么了 凭什么请你吃十顿八顿饭 什么叫凭什么 咱俩不是搭档吗 咱俩这还是搭档 我带着你发财呀 你带着我发财 我到跟你捧个回头上演的时候 我带着你去呀 那你高丁你得请我一顿呢 请你 你这话说的 我请你 你要这样聊天的话 今天这顿饭咱俩微微致 哦 以前我请你那些都不算了 你就请我吃个烤肉 也花不了三百二百的呀 那也是我请你呀 那不是你爸爸钱吗 我爸不是没钱吗 又哪有你这样的人呢 你太不地的了 什么叫我不地 你太小气 你抠门 我小气我抠门 不是吗 您要这么说 咱啊 这朋友交不了了 没法处了 你等会儿 狼眼你什么意思 交不了这朋友了 咱今儿这搭档不做了 不做了 是这话 是这话 好 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你说 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我吃你两顿饭至于这么抠门吗 几顿饭 两顿饭 怎么 你打来这吃我多少年头了 多少年头 你挂那个呢 你不让吃 我不跟你交 你人性有问题 我不跟你玩了呢 咱俩咧吧 别赖一块了 我人性 我别炸我 哪有这种人 真是跟您各位说交朋友就这点 心寒 没变样 行 新写着段子 你也写段子 我新写着段子 赫罗赫罗 我干什么 咱这么演不行 知道吗 咱不行 我新写着段子 你别跟我新写段子 你别跟我新写段子 我 你这玩意儿不行 咱传统段子还没弄好 弄什么新段子呀 观众喜欢听我台上 我也努力 不是你 你现在台上干嘛呀 又蹦又跳又遮又闹的 干嘛呀 不行我告诉你啊 我喜欢 我 你喜欢你喜欢他那笨传统活走 你要这样咱俩搭不了 别 太搭不搭 真是 这也分开了 欸 蓝可颜 张恶伦 你在这干嘛呢 我 吃饭呢 吃饭呢 你现在有搭档吗 我 我这 您有搭档吗 我没有搭档呢 我也没有搭档啊 这么巧了 这巧了 要不咱 咱俩搭一块吧 你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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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啊 就是身体好 发量足 看出来了 真的 您放心 绝对不可能脱发而死 哦 那咱俩搭档一下 咱俩搭档一下 好搭档了 好不好 好 那行 那这样 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我今天晚上没事啊 没事 咱对对词去 对什么词喝酒去 事业遇到了转机 究竟是坎坎坷坷 还是前途光明 再少不知 两个搭档 就像生活的两口子一样 有美满的生活 也有马勺碰锅样的时候 哎呀我跟你说 这女人啊 就得美 知道吗 一旦没了这些个皮肤啊 没了这些美貌 什么都没了 知道吗你们 哎呀真是 嫁给郎河妍不容易 一个人带着俩孩子 哎呀人都下垂了 脸蛋 想什么呢 邻居别老瞎看啊 啪什么闯根一天到晚呢 哎呦真是 也不回来 天下俩孩子就我一个人带我 容易吗 真是 照着我自己这些年 哎呀变化真是太大了 我都长胡子了 这可怎么办呀 媳妇 我回来了媳妇 哎呦 亲一个 老板回来 想你了 你别人了 你干什么呀 我这真照性的 半个月没见了 长春出来半个月 你别人了 你先等会儿 你看邻居都馋了你看 快来来媳妇 你先别闹 想你了 趁孩子睡着了 你是想我吗 你这是想我吗 我都没见孩子 我见你来了 怎么了 你是想我 你进门 你看出有什么变化了吗 你看什么呢 穿着衣服 脸 我新买的粉底 又嫩了呀 宝儿 嫩什么了 有脸说这个 怎么了哟 有脸说这个 啊 朗和言 爷在死 跟你逗呢嘛 逗你开心嘛 乐宝儿 哈哈 两口 两口的之间文伦理是吗 哈哈 不是 那我们 你别来把你工作 那个态度带到家里 行不行 行不行 日子能不能过 是不是上班又遇到 什么烦心事了 孩子 是不是老大又调皮了 你这一天天走走走 家里你管过吗 你不管 你知不知道 每个月这女人 都会有几天不舒服 是 不是 我难受了 哈哈 你要不就 要多喝热水 要不就 多喝热水 我堵不住 我也 心 心 我心里这活 你们干嘛呀 我回家做自己日子去 两口子考驾 没嫁过吗 没有 没嫁过 你 不会乐 我心里这活 我堵不住 我这孩子你也不管 天天就我一个人 我这两年 我这皮肤 大幅度的下降 你不是你皮肤可以了吧 还可以呢 国内呀 除了你现在都没有人挑逗我了 咱俩结婚你老憋着人挑逗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了 我们那些姐妹都不跟我开玩笑了 觉得我老了 别生气行吗 哄哄哄哄哄 哄哄什么 你别老这孩子睡了跟我动着动脚就行吗 就今天他俩睡着了呀 就今天孩子睡你想干什么呀 孩子睡你想干什么 我没兴趣 什么都没兴趣 你回家我对你就没有兴趣知道了吗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我跳凌晨的班级回来呀 你跳什么凌晨班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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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全让你说了是吗 家里管了吗 不管回来就知道跟我来斗 玩伦理 我是你媳妇 你跟我爷爷在此 怎么让我跟我爷爷结婚了呀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一天到晚 你说我回来一趟容易吗 你去回你们相容 你去去去去去说说 干嘛呀 不想分家去拍两次 你甭乱过爷爷玩靠子不累 我也不喜欢这样子 我累一天了啊 眼红晓 你嘴唇上唇彩 谁给你涂的 你想是谁就是谁 行吗 郎和言 你不怀疑吗 郎和言 怎么了 日子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我勾搭你吗 没法过了 没法过不过 没法过了 看神经 怎么了 你就这样 我把你一个眉毛 你是不是神经病 我不跟你女人动手啊 你是你是你 你怎么样 不跟你女人动手 你打我来 你捶 你捶 我还怕你捶我这两下 刚刚你就拍了三下 你捶死我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说话 你心虚什么 我录像呢这 我也就是不知道 我也就是不知道 朗克星叫什么名 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郎和言 咱 咱 咱俩日子 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是不是想说这个 你 等会儿 等会儿 我今天没兴趣 我走了 自己过吧 你走 你不用你走 那是咱家的门 你从那走 那是咱家窗户 我敲窗户 不活了 人到四十 已是中年 不惑之年 匆匆忙忙 老爷的妈 快点吧 不是 这怎么 咱们 咱们都八十了 这胎肯定不是我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 怎么又怀疑胎呀 老狼呀 你说咱们风风雨雨 四十年 就要了一个小狼 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整天在外头忙 回不来 就剩咱们俩人 这不也是孩子孝顺吗 给我买了一个小狗 让他陪着咱们 这也是自娱自乐 孩子现在忙活事业呢 他有他的家庭 哪有时间照顾咱老两口 咱别给孩子添乱呢 比什么都强了 上岁数了 岁数大的 就得理解人家年轻人 人家创事业呢 咱们俩人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你看看现在 你都煮个棍儿了 告诉你年轻的时候 不要去踢球 不要去踢 就不停 我这腿脚也是 你呀 你不跟姓张的接触 腿脚都坏不了 我就说咱隔壁的老张老 上咱们家来 你理他干什么呀 我没让他进来 对呀 哪天你在家时候 看见他进来了 我不在家时候呢 他也没进来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我就说 我都不跟他去踢球了 我跟你说 有一个好身体 咱呀出去遛了公园 不给孩子添麻烦 就算得了 咱就赚了 你别老提那老张 那些窝心事 放心 老张老张这辈子 不会再来 老张 老张去那边了 咱这岁数啊 活一天少一天了 不知道今天把这鞋脱了 明天还能不能端着 你这 这是生他时候 烙的毛病啊 这是 就是月子病吗 人家说的 再生一胎就能好 你老张不行 我去买点狗体这话 赶紧的呀 喝酒去呀 一会儿没地儿了 趁现在什么人少 就咱俩人啊 郎和言呢 你叫他了吗 我上了一拜就给他打电话了 赶紧打一个问问他 老郎 我猜猜啊 给儿子做饭的吧 给媳妇捏脚呢 什么都滚 给你丈母娘通风没呢 我这是偏张话 不是 叫你一回你不来 叫你一回你不来 行行行以后也不叫你了 行了吧 咱俩玩去哪 别叫他了 哪回都不来 多余给他打电话 就咱俩去 就这一回不叫他了 走走走 郎子珍 您好 你爸爸呢 你爸爸郎和言呢 啊 郎和言啊 郎和言是我爸是吧 啊 我爸出差了 不来看看你吗 嗯 已经一个月没见到他了 他又出差 又得演戏 啊 见不着一个月 我可是过两天 咱足球队球决赛了 他也不来吗 本来我爸答应我说来看我踢球 给我加油助威的啊 但是临时拍东西马射不来不了了 但是我爸答应我了啊 那场球如果我踢的好 他要给我买C罗的球鞋 C 太好了 我给你看看 行行行 走走 走 训练你 走走走 郎和言啊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可是这个一好啊 家里所有的事 都落在这当媳妇的身上了 这大褂 都开当了 好在啊 他说今天晚上啊 半夜十二点能到家 你说这叫日子怎么过的 我都快一个多月没瞧见 喂 喂 老郎你落地了 嗯 还没飞呢 哦 晚点了 嗨 那你 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半夜两点多呢 哦 嗨 我没事 我 我没事 我就是 惦记你 啊 或者你 甭管我了 我要是困了 我就睡了 我不等你 嗯 你放心吧 嗨 饭菜啊 我都给你做好了 别在飞机上吃了 啊 忍着点 稍微忍着点 到家一热 吃点顺口的 嗯 行 好的好的 你就别操心了 没事 好着呢 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哦 行吧 那你回来的时候 注意安全 嗯 挂了吧 哎 等会儿 生日快乐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你 请求哪儿了 什么样 我背影 我记得 你孩子 出了脚落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还真有点 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嗯 这我们师兄弟 一起为我杜撰的这么一个啊 死尸不惑 我也是头一回才知道 我打娘胎里就是个贺字的 你说我爸我妈要早两年结婚 这是你们说的啊 嗯 效果很好 大家也都乐得很 很很释放啊 这个 按照这个年龄 从出生 五岁 十岁 十五 五五的增加 一直增加到四十岁 嗯 他们的人物都非常的饱满 啊 故事也很曲折 有时候还稍带些惊悚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他们演的都是他们自己 不管怎么说呀 确实到了四十了 四十不惑 人生天地之间 如白居过细 如是而已 我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 嗯 也非常感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为我送来的祝福 同时我也特别感谢 我的师兄弟们 请他们上台 我儿子 我儿子 配加入 胸 保持 对 好